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專題題目是 兩項可依 大家要 台灣地區因為 雨水中的碳酸、微生物和植物根部代謝 又因化學肥料分解等形成酸性土壤 土壤一旦形成酸性環境 植物容易生長不了 又具有固定靈素作用 而使有效靈甲概念等容易缺乏 本實驗利用生活中 使用沸騎骨、羊骨、科科、蜂肉科、蕩殼 來當作酸性土壤的改良制裁 研究中計 鋼山特產有三保 羊肉、蜂蜜、豆瓣醬 羊肉和蛋白質多達17.3% 脂肪含量又僅為豬肉零半 又具有豐富的作用 所以許多人文明前來品嘗鋼山羊肉 一般市面上改良方法或使用石灰來綜合酸性 但是使用石灰過量的話 植物生長會過分消耗土壤的肥力 本實驗利用生活中使用的沸騎骨 來改良酸性土壤 我們發現不僅可以改變酸性土壤的PH值 羊土中含有豐富的零含量 可以幫助植物生長 不僅能減少垃圾量 還能達到廢物占用的效果 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先置定目標 找尋資料 接著我們前往大屏頂的鳳梨田 取得酸性土壤並測的PH值 找尋最佳綜合相見 接著我們家樣品的羊 羊骨 柯殼 螺殼 蛋核 碳酸鈣 分別測定PH值 碳 蛋 氫 牛 鯉 依比例混合土壤 施以種子 持續觀察並記錄六週的植物發芽率 葉片數量成長高度 及土壤每週的PH值變化 最後將植物收成 風乾 乘重 冰測定 碳 蛋 氫 牛 鯉 這是我們添加不同樣品後 酸性土壤的PH值變化 這是我們各樣品的種子發芽率 酸性土壤中加入羊骨粉 蜂螺殼粉 蛋殼粉 改良後的種子發芽率 由酸性土壤的36.3%提升到65%以上 這是添加不同樣品後植物成長高度 羊骨不僅改良酸性土壤外 還有助於新疆菜的成長高度 這是添加不同樣品後植物成長葉片的速度 羊骨不僅改良酸性土壤外 也處於新疆菜的成長葉片的數量 這是各樣品的零含量 明顯看出羊骨中還有豐富零含量 每0.1克中的樣品 還有高達42500 ppm 結論 植物種類不同 對酸性土壤的適應能力也有所不同 栽動植物 應選擇適合自土壤環境 才能獲得良好的生產 本實驗群是使用的廢氣物羊骨可可風流核蛋核 作為酸性土壤之改良材質 經實驗證明採集的酸性土壤 由PH14.22改良到5.8以上 適合本實驗新疆採用PH5.5到6.8的分重方圍 經實驗PAC1.10面上半瘦的碳酸幹 只能改良土壤片子 對植物的成長並沒有幫助 我們實驗所用的羊骨質 台中含有豐富的磷 磷磷磷量每公斤高達4.4萬3千毫克 磷是植物體內生成糖蛋白質 澱粉 餘脂芒不可或缺的重要率數 對植物生長有密切的關係 剛穿羊肉店大約有20餘家 產生的羊骨頭肥溪是非常大量的 每天羊肉店大約載差1到2頭羊 一頭羊大約有95公斤 羊骨頭的重量佔了體重的五分之一 乳頭約有13公斤 市售石灰價格1公斤約為300元 如果把剛穿區域兼羊骨肥溪的用量 乘上市售石灰價格 經濟價值是非常樂觀的 羊骨不僅可以用來改良酸性土壤 羊骨沒有這樣測試 他還有民主的零含量 這是我們的參考五線 謝謝